还有国人非常关注的 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台湾旅客 终于可以在今天晚上 搭乘华航包机回到台湾 那么这架飞机呢 在今天下午1点03分呢 已经起飞了 在这个4点31分的时候 抵达了日本的宇田机场 预计呢 在今天晚上的10点30分呢 应该就可以回到桃园机场 总计这次呢 在飞机上要再回19名旅客 再加上一名先遣医师 总共呢有20名乘客返国 而台市驻日本东京特派记者 宣胜芳 他也独家进入了宇田机场 帮华航包机安排 使用新完工的140号空桥 来这边进行拍摄 那么也看到了 在最后这个紧锣密鼓的 准备阶段 同时呢也访问到了 其中的一名台湾人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在过程当中 常使用直播的魔术师 陈日生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上飞机之前呢 乘客都必须要穿上隔离衣 全副武装 至于在飞机上的防疫措施 也不能够大意 不论是登机前 或者是入境后 防疫人员都会执行 发烧筛解 症状询问等动作 而在飞机上面的座位安排 也是非常有学问的 分成三个区块 包括说如果呢 在飞机上面呢 是有出现症状啊 发烧等等 那么还有呢 就是流感筛减呢 有阳性的话 那么是要坐在最后的 这个区域 那么在过去的14天 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 那么有这个流感的筛减 也是阳性的 就是坐在中段 那么还有呢 没有症状的人 是坐在最前面的 那么但是呢 在这区里面呢 也是要来做一个分隔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穿上防护衣 日本玉田机场里头 简易工作 准备就绪 困在钻石公主号邮轮 将近半个月 台湾旅客归心事件 迫不及待想回家 就还在关14天 你觉得呢 应该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自己才可以放心啊 就算回台之后 还要隔离14天 但大家全力配合政策 原本迟迟等不到 日方检验报告的 台积魔术师陈日生 也在中午拿到报告 最后呈现阴性 终于可以返家 台积终于可以回家了 今天顺利平安 太棒了 大家都很辛苦 在处理很多细节 但最好 最棒的是结局是完美的 滑航包机下午1点03分起飞 4点半抵达羽田机场 预计晚间10点半左右 回到台湾 羽田机场也安排 全新完工的空桥 给华航包机使用 飞机上将有20位台湾人返国 机上有一名医师 跟三名医护人员一旁照顾 旅客登机前 将依照发烧筛减分组 额温大于37.4度 而且有流感快筛阳性 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 而且流感快筛阳性者 座位安排在经济舱最后段 过去14天 曾经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 坐在经济舱中段 没有症状的人在经济舱前段 并且跟有症状者 间隔三到六排座位 那他登机前的包裹 我们还有跟他做一些 症状的询问 健康状况的了解 还有包裹要量测体温 包机比照武汉模式 全程防护专用通道 包机离开之后 路线全面消毒 另外旅客下飞机之后 初步先送到医院隔离 经过两次裁剪阴性 再转入检疫场所 满14天才可以回家 而旅客行李消毒后 托运经过海关X光机 查验集中保管 家主可以帮忙领回 不过14天之内不得打开 基本上到医院完全都是隔离开的 所以这个程序上会比较 上次来讲要来快速 要来的比较简单一点 不在医院里面就会展开 全程的一个隔离的检疫 隔离检疫做到滴水不漏 钻石公主号的台湾人 帕拉帕总算踏上微乡路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